第一個會不會是忠孝東路呢? 所以I等於1嘛 放過來第一個的名稱 是不是忠孝東呢? 第一個名稱是什麼? ㄟ? 地址 不過這裡好像應該是從2開始 因為第一個 地址應該不會是 所以我們把這個應該改2好了 第二個是不是? 第二個的名稱是不是S? ㄟ?沒錯 第二個 這個2指的是第二個 是不是S? 是不是忠孝東? 是嘛對不對 是的話它就進來了 進來之後的話呢 它就把它刪掉 就把第二個刪掉 所以特別是訊詞後面的瓜糊 你可以用數字 也可以用名稱 名稱的話就是雙引號中效動號 刪掉的話就點delete 所以特別注意這個點delete 但是它會出現什麼? 是否要刪除? 你就把它刪除 有沒有? 這個時候就刪除了 刪除掉之後呢 我們再往下跑 這樣就不會有錯了 超出陣列 刪掉之後就可以把它離開了 那這邊就多一個了 is this for 把它跳離那個回圈了 把這個 因為已經找到了 那就跳離了 跳離之後的話呢 那就繼續 讓它往下新增一個 並且幫我把中下東路的東西放過去 ok 那因為我剛剛有做了 再一次 這地方把這個 因為這個篩選 剛剛沒有把它重新 假設一樣的名稱 按確定 ok 這時候它會出現什麼? 要不要刪除? 刪除 貼上 第一個 Active 這個應該是可以貼上 這邊 class win 沒辦法貼上 OK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這個地方就多了一個這個 就是 檢查名稱是不是有一樣的 那如果有一樣的話 就先把它刪掉 多這個 這個等一下我再看一下 這個 可能是不是卡在什麼地方 好了 因為放的位置 因為如果你刪掉之後 它可能會影響到貼上 這個方法 所以 你就 乾脆 輸入之後 馬上就檢查 而不是說 你已經做完了篩選之後 再來刪除 因為你這樣會影響到 那個貼上的這個方法的運作 貼其實沒東西 因為你刪完之後 它好像裡面有東西就不見了 所以呢 我就把這一段程式 放在哪裡呢 Input part的下方 這樣的話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所以呢 如果你把它這邊做完之後呢 我們再來執行 比如說仁愛路有了 那把它切過來 執行它之後呢 如果仁愛路要把它刪掉 那先把游標放這邊好了 那比如說再查 因為仁愛路有了 那之前如果你沒有加這一行的話呢 它會錯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呢 有加了剛剛那一段程式嘛 那我就比一下 從第二個 再找一下 第二個 它問你要不要刪除 那你把它刪除掉 那就離開 一日fall就是跳離這個回圈 那這樣的話 直接執行過 它就會怎麼 重新幫你更新 成新的 OK 這個仁愛路的資料呢 如果說你剛好 裡面的資料有update了 那你這樣查出來就會是最新的 OK 這部分的話提供有些參考 你看這個 這個部分的話 也還蠻重要的 OK 另外 其實 還有很多地方還是需要再強化 包含就是說 你如果資料查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個畫面會一直在閃動 當然你也可以把那個畫面閃動關掉 比如說一閃一下 感覺好像怪怪的 那其實很簡單 就把這個程式再加個兩行 程式就不會再閃動了 另外的話還有像剛剛 它會一直跳出是否刪除 那你也可以把那個要不要刪除那個關掉 所以後面單次的查詢之外 後面其實還會再講到有關批次查詢 比如說你有個清單 你查一個 那你要一直查 比如說你的客戶大概就鎖定在忠孝東 仁愛 信義 很多對不對 那你有個清單 那可是你每一次都要查 不是很浪費時間 有沒有什麼方法 你把那個清單放在一個地方 按下去 自動全部就通通幫你查完了 然後呢 所有資料都在下面 更好嘛 你每天的工作就是按一下 更新過的資料 你的客戶清單就是新的 對不對 那你這樣子就可以 每天第一天開始 每天早上按一下 清單就有了 你就可以知道說你今天要做什麼 這樣不是很方便嗎 OK 不過這個部分的話 也是